最近这个清水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点 经过大家揭露之后 媒体的这个不断的盯之后 的确是有这个斗作在改善 台铁太鲁阁号花莲事故 多周五十条宝贵生命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敏志 与向阳工艺基金会 就日召开记者会 薛敏志表示 这是不良厂商承包公共工程 所犯下的人为疏失 如果有揭闭保护奖励制度 让知道内情的人勇敢站出来 佩鲁阁号事件不会发生 要等新的制度建立好吗 人民的生命是不能等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集体找问题点 然后集体去盯 唯有不断的要求 及时的要求 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薛敏志还直接点名 营建工程公司 在新竹的铁路相关工程案 涉及福报预算 遭司法调查 但如此恶名糟糟的厂商 今年还是承包下了 多项公共工程 不管你背叛有没有罪 你是脱不了这案关系 但是像这样子的公司 它可以不断的再接新的案子 那最近又接了非常多的政府的表案 我为此感觉到非常的忧心 薛敏志表示 他提出的一千万元揭笔奖金 就是鼓励知道这些工程弊端 或有安全漏洞的人站出来 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厂商或官员 他也不怕因为这样会得罪人 只要能成功阻止重大公安意外发生 他被告十次百次也没有关系 新唐领埃电视网关林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道